朋友们大家好 野生药材营养货 山里面比较稀缺又珍贵 深受男性朋友的关注 它的特别与厉害的价值 你才看一看了解一下 进去看看营养货长什么样 这几棵营养货 是我在高山辅制土竹林下面采挖回来 一再种在英式的环境下面 营养货是植物的学名 它为小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金生叶分为三枝 三叶复粗又称之为三枝九叶草 营养货植物型的特征 植株高可达20到60厘米 根状金比较粗短 完整为三叶复粗 小叶纸质或厚纸质 叶圆具有赤纸 花期一般在每年五大六月份 小花淡黄色或是略带白色 小叶肌部裂片静圆形 表面有光泽 网脉显著 叶子背面是灰白色的 营养货野生药材 茶叶人一般在零下沟边灌虫 山坡殷尸处寻找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 营养货的品种也有很多 有些是粗毛的 短筋的 还有是叶子形式一把剑一样的 植物真正的价值 从植物文化这个角度 我们来了解一下 阴阳群使用这个叶子 发情字数增多 然而桃红井遇到这种情况 做了相关对比之后 根据这个植物的特性 给它命名营养货 植物趣闻古时候的皇帝 都想得到产生不了的仙药 然而在古时候 仙药当中就有一位重要的药材 它就是营养货 营养货在每年夏秋季 植株万圣采收它的叶子 特别是男性朋友 对它比较独爱 这个植物的叶子 可以当作药材 同时也是受药 营养货的生长环境 喜鹰喜丝 也被称之为去丝植物 老人常说 遇见营养货 它的叶子都可裁卸回来 喜欢种植一些盆栽观赏的人 它这个叶子形态 也是比较美观的 农村户外大名鼎里的营养货 很多人都想知道 它到底有哪些好处 能够帮助哪些人群 都可在专业科普方面 多进行了解 评论区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